大會主席 許議長 我們在場的高雄市大家長 以及整個市府團隊 以及我們今天在場的議員先生女士 以及我們電視機前面的高雄市的關心市政的市民 大家午安 大家好 今天從早上來聆聽市長的市政報告 到現在在議員的一個詢問之下 也脫離不開來 在我們市長市政報告當中 首富經濟 我再講這個是我們人民 民以實為天首富經濟 當然經濟所帶動的整個的一個產業鏈 跟關係鏈的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連結 剛剛聽到不管從教育文化建設 各項的我相信尤其在空污 在各項的一些提出來的一個建言跟數據 我們還是要回歸 巧富難為啊 那在剛剛市長所提到的巧富難為 那我真正的要在這邊 還要再肯定我們高雄市市長 今天帶領的團隊 所演變出來的一個承擔 我記得我剛剛早上的時候 我對於市長的一個氣度 我表示最大的一個認同 對於今天你既然 當上了高雄市市長 我們前朝的事情 我們一肩扛了 那今天早上還有一些議員講 小心穿小鞋 市長的優容大度一肩扛 我相信在空污的乘客 多少年所累積下來的 各項的一些問題存在 我們五千個天坑 我們各項的水患的一個產生 我相信在這一段時間二十幾天 我相信人民的眼鏡是雪亮 在雪亮當中 看了市長日以繼夜的一個 為我們整體的市民在拼 可是在拼的當中 我們看到市長 對於整個招商 剛剛講我們分兩個區塊 一個庶民經濟 一個實質的產業的一個發展 我們這一點都看到市長在努力 可是在這邊 我們也要提出來 一些在市長選舉的過程當中 產生對人民 對市長的一個信任 對市長的一個 這個政見的一個信賴跟認同 在當時的時候 市長要記住 莫忘初衷的一個前提之下 北漂青年 在北漂青年返鄉的時候 我們市長在這個部門 非常非常的琢磨 也打中了高雄市市民的心 尤其爺爺奶奶 爸爸媽媽 包含年輕人 在這些年累積下來 我們成為94%的一個大專院校畢業生 要到外縣市去努力去打拼 這個心境 我們在過程當中看到心非常的非常的酸 可是在心酸的過程當中看到了市長 就有一股活水代表一個力量 可是在這一個階段當中 市長曾經提到 我們高雄市要成立我們青年發展局 要成立基金 怎麼樣來對我們年輕人的各項的產業的一個福祉 那怎麼樣讓我們青年人在創業當中 能夠得到一定的幫助 我們青年發展局 包含剛剛今天早上市長所提到的 我們看到現在在北漂的當中 有一些已經成家在那邊 我們在這個部分就比較 要難回的一個機率比較小 可是還有一些很大多數的一個北漂青年 在最短的時間要要求市長一年十萬個 我在想這不是加減乘除 這不是要加多少 我在想經濟的發展是一個鋪陳 是一個投資是一個群行漸進的一個發展來累積 那我剛剛所提到的這個青年發展局 市長對於青年發展局的一個成立的時間 是什麼時候 那我們的基金是從哪裡來 那我們怎麼樣來輔導 輔助我們這些年輕的 從北漂回來的年輕 以及我們現有的在高雄地區的這些年輕人 有新的未來新的希望 請市長簡單答覆 在這上面我們什麼時候來成立基金 來成立我們青年發展局 以及怎麼樣規劃 是不是在最短的時間能夠完成 請市長 市長答好了 謝謝劉德林議員這麼關切 我們北漂的問題 其實北漂青年外漂青年 深深的刺痛了高雄的心 我所接觸這麼多高雄父老兄弟姐妹 大家一聽到北漂都感覺被刺痛 所以這個為什麼引起這麼大的共鳴 就是因為高雄市民覺得 為什麼我們的小孩子要離鄉背景 去外面發表 為什麼高雄不能夠提供同樣好的工作的機會 以及未來的發展機會 這個問題真的 這次在高雄影響引起的共鳴太大 甚至到屏東台南 我相信只要離開家鄉的子弟都會被刺痛 那怎麼做 七年之病 三年之愛 我們到底提供了什麼 讓外漂的子弟願意回來 我們有什麼條件 有什麼資格講這個 是我們這個團隊現在要全力以赴的 開創更好的就業機會 當然空污這個是一定要解決 然後更好的經濟發展 更優渥的條件 以及跨國公司 跨國企業 來高雄的越來越多 像我們隨便舉一個例子 像電影 電視 這些人現在將來在高雄 變成基地 影展 然後做電影後製 以這裡為取景 可以培養 帶回來多少外漂 對電影 電視有興趣 這只是舉其中一個小例子而已 當然還有所謂的愛情產業鏈 七年局 我會親自來積極的趕快籌備 那共一年十萬人 我不認為一開始就會這麼 但是未來它會不會幾何數字的跳 我們今天以台北市來說 人口大概才兩百多萬 可是它長居 台北市人口有多少呢 可能就有四百萬五百萬 未來的高雄 我們青年局成立之後 我們外漂的孩子回來 這麼多商人來這裡 當然這個城市會越來越興旺 外漂的孩子自然會回來 所以這就是我們成立青年局之後 以及吸引金發局 光榮局 所有的這些投資在高雄 各個產業鏈條一個一個都做起來 我相信人口在未來若干年之後 是會快速成長 基金是一定要做 為什麼年輕人沒錢 目前有小規模的 在我們高雄一些科技大學裡面 或者一些相關大學裡面 但是不夠 它可能這個只有幾千萬台幣而已 這是遠遠不夠的 那我在選舉之前講這個 大家給我打一個問號 一百億 哇 你憑什麼有一百億 其實我內心裡很清楚 一百億根本就不夠 以今天國際化腳步這麼快 創投角度來說 一百億算什麼數字 不算一個大數字 聽起來很大 但是在創業投資並不大 重點是我們這個也沒有 所以我才會說七三比 市政府將來議會這邊通過 我們是30億 民間募70億 如果民間覺得高雄潛力非常好 年輕人創意很強 又能拿到很多專利 民間要80億 我們政府當然往後退 變20億 民間90億 我們高雄市政府 當然往後退變10億 但是青年創業基金 太重要 我為什麼有這種想法 第一個我們年輕人 現在沒錢 第二個幾十年前 在李國鼎先生 當經濟部長的時候 就有一個中美基金 只要你打電話去申請 做聖誕花 聖誕燈 做人造花 做小工廠 做太陽眼鏡 你就可以申請這個錢 今天我們高雄子弟 沒有這些錢 所以我覺得這個青年創業基金 對高雄未來太重要了 我希望議會能夠支持我們 議會當然支持 市長你還沒有講到核心 我們到底什麼時候要成立青年局 我們青年局盡快盡速 我已經責成 我們現在籌備會已經召開 我們希望在今年底以前 能夠把它成立 如果各位議員覺得說太慢的話 我們願意加快速度 好不好 那我現在特別講 他們在籌備之後 我一定要親自來再主持一下這個籌備會議 請坐 我在想說啊 今天來講 當然所有的高雄市市民 跟高雄市市議員 內心裡面 這個所存在的一個急躁 的用意是怎麼樣 怎麼樣在最快的速度 這部分也是今天 給予這個市長最大的一個壓力 包含這個壓力 誠如市長講 我們議員也必須承擔的很大的一個壓力 當然我們目標決心 後面還有一個時間 目標有了 決心有了 時間 在這個時間上面 當然 市長才上任二十幾天 我們當然要把這個時間 喔 要給予市長 那在這部分來講 議員我打岔 那在定期大會之前 我們就先送出來 再報請議會來審查 我們加快速度 好 這就是今天解決面對問題 解決面這個問題的市政團隊 本席在這邊予以肯定 那我再講一個 我們今天要成為 我們的經濟要努力 在經濟努力 剛剛市長早上也在講 九二共識一中各表 你講的 你是忠實的一個堅持者 在這個忠實的堅持者 我們兩岸的交流 跟城市的一個平台的交流 在這個平台的交流 我記得市長說 三月份要到東南亞去抢訂單 那在這個兩岸的交流的 一個城市的交流最重要的 一個核心的一個問題 九二共識一中各表 可是我不希望說在這個前提之下 在今天 在主體的針對的市長 又在抹紅 又在抹上各種的彩色 我相信市長的一個堅持跟決心 就誠如你講 我受到九十萬的市民 給予我的授權 我沒有圍牆 我勇敢之前 我們朝向目標 目標在哪裡 目標市長也提到 在最短的時間 要成立兩岸的一個小組 工作小組 在這個小組當成立 能夠持續的一個來接觸 你也提到 在台北市 柯比市長 他是 兩岸一家親 從嘴巴帶過就 就過去了 可是我希望 今天市長 所落實的一個 整體的一個規劃 在兩岸和平的架構之下 兩岸經濟的發展之下 才能夠讓我們高雄市 這個睡夢中的巨人 能夠展現出來 最大的一個優勢 這是我們共同的一個期盼 可是在期盼當中 我們怎麼樣去做 當然 在做的方面 市長 您的規劃 你的想法 又是如何 請市長答覆 謝謝劉德林議員 充滿智慧的質詢 好不好 非常感謝 您講到一個重點 也就是我講的 在高雄的天空 台灣的天空 反對九二共識 跟發大財 沒有辦法共同存在 而且會造成不穩定 這是我的理念 當然有的議會的議員 不見得認同 可是我看得非常清楚 我才會講下一句話 我們只有道路 沒有圍牆 兩岸的交流 城市的論壇 結束之後呢 大家各自回家 馬照跑舞照跳 還是說真的能做時事 我的看法 高雄現在最需要 就是做時事 也就是我要東西賣出去 人要進來 這是做時事 如果只是 拜拜行事的 大家走個過場 就結束了 我相信 不是符合現在高雄利益 我們現在要趕快做 那再來 高雄市民 剎那之間 對於這個 他是有的部分存疑 有的人認同 他這種不同的 而且反差這麼大 我們怎麼辦 我們要行穩自願 所以說 我為什麼那麼急 我是希望讓高雄市民 能夠了解 我市長支持九二共識 在支持九二共識 不管是獲得了和平跟交流 還獲得實質生活的改善 我們真正做到時事 讓高雄市民 日子越過越好 這個是非常重要 所以 我會先選擇南方的 新加坡馬來西亞結束 我們東西順利賣出去之後 整個南方 我們會以經濟為主 我們一定要以經濟為主 那這個是 在經濟的交流 可以符合 經濟一百分 政治零分 所以在南方這些城市 我們一定會盡可能的 伸出溫暖的手 也希望獲得溫暖的手 大家在這個交流之中 彼此的印象也好 情感也好 實質部分也好 都得到提升 所以你要問我 未來的策略跟方法步驟 我會以南方 經濟性格比較強烈的城市為主 讓我們高雄市 趕快藉著這樣的一個交流 然後使得我們高雄市 各方面經濟可以顯著的提升 得到很大的好處 這是特別跟劉德林議員報告 兩岸小組 什麼時候能夠正式的一個規劃出來 兩岸小組 因為我們有一位新的副市長 還沒有報到 那目前我們已經草泥 未來這些委員的名單 也當然沉蒙大家各界的關心 現在很多人願意加入高雄市政府的兩岸小組 現在初步的草年的名單已經有了 事實上我們另外一位副市長是在2月15號報到 他會未來肩負著很重要兩岸交流的一些工作 所以我在思考是他報到之後我們再成立 還是之前我們就先成立 那有一位副召集人是這個楊秋新前縣長 但是我們有三位副召集人 我本人列召集人 所以我希望也許是在新的副市長報到之前 我們就成立 或者之後我現在還要再繼續考慮 但不管怎麼樣會很快 我們今天提到正通人和人和正通 我相信在正通人和人和正通的一個基礎之下 市長講我們師傅跟我們議會兩個的一個合作 我們共同去打造 當然在前提打造之前提之下 我們要看到這個政策 是對於我們高雄市280萬市民最好的一個政策 當然我們身為高雄市市議員 我們在議會當然對於人民好的一個發展 我們一定會強烈的支持 這一點我還是在強調 市長沒有圍牆勇往直前 目標決心時間 我相信在這個前提之下 你一定能夠衝出這個困境 我們還是朝向和平經濟發展 人民民以食為天 這是非常重要的 經濟才是硬道理 有了經濟的一個投資 才能夠帶動我們所有的就業的機會 有了就業機會 就有我們收入 有收入就有稅收 有稅收就有我們所謂的未來 改善各項的一個公共工程 這是一個最重要的發展的硬道理 在接下來我也在這邊 再一次藉由最近的一個虐童事件 我希望社會局局長 在這個前提之下 先把高雄市的一個相關的一些 有錄案的有各項的一些這個問題的 是否我們社工人員 能夠做一個配套式的把它這個降低 我們最近這幾天 看到內童事件 我們內心都非常非常的心痛 這個部分我也在這邊 希望雖然不是發生在高雄 在我們高雄的立場 我們共同的國人的內心 發生內心的一個形態 希望社會局能夠把這個業務 政府大附加 來 社會局長 請擔任 謝謝議長 謝謝劉議員 那這一塊部分 剛剛市長已經有指示了 那我也交代同仁 要趕快把我們過去做的那些 然後未來在通報制度上面 有一些要加強的部分 我們先整理出來以後 再來照跨局處的部分 來做這樣子一個業務的推動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